就是再乘以12嘛 那其实把它乘起来之后再扣掉你所借的钱 就是你说那个所有的那个 缴的好所以 这边的话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 买配部分有没有 其实这个INT就不用了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有INT了 所以就是怎么样的假设我 这个地方就是把买配我付的 每个月的 偿还金额丢给一个变数X好了 由他来储存 那储存之后的话呢 我就怎么样呢 把它乘上12 再乘上年嘛 年年的话就是 Z 相乘之后就是所有缴的费用 所有缴的费用 所有缴的费用我取整数 并且扣掉什么 扣掉W 就是你借的跟银行借的钱 那不就怎么样 每个月查完金额了 对不对 那再把最后的结果 丢到什么呢 丢到Rands Pay的 一个属性叫Caption 记得 填 如果是可以填入的是点Test 如果是标签的话呢 就是点Caption 这个有这个的差别 好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来测试看看 那测试方法的话 特别重要 这个有点麻烦 因为你要先把它启动起来 所以不需要存档 关闭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 刚刚的这个 第1个启动起来 第2个 就输入 1000万 2%好了 20年 那按下开始计算 应该会帮我输出这两个结果 有没有 输出了 第1阶段就完成了 第1阶段是 把这两个结果 这上面3个是 Input 这两个是Office 就是 透过他按下去之后 他就 计算 一个计算 再把结果 丢出来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今天借了 1000万的话 利率2% 每个月大概缴 5万多块 然后长完总共呢 你20年之后呢 其实你 付给银行利息大概是 214万 OK 第1阶段的部分 我现在利息算低的 现在算低 低利的利 如果现在利息又涨 涨到 5%以上的话 我看 很多人应该会 绞不起 OK 那这里那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 把这个利息 再调高 5% 开始计算 每个月就多了 15000多块 如果在10%的话 9万多了 所以 如果利息 调涨 现在很多人可能 因为现在利息太低了 所以有人就 借钱来买房 这段投资 可是如果利息 上扬的话 可能应该就 绞不起的话 那就会 抛售了 那这房地产可能就泡沫化了 所以台湾现在不敢涨利率 应该也在这里 因为涨上去的话不得了了 房地产 整个就抛售 抛售说 崩盘 崩盘的话 就很可怕 是台湾经济可能就 就可能解体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